一名12歲的亞裔家中男孩 小小年紀就被兩所大學錄取 將在今年秋天成為大學新鮮人 帶您一起來看這位小小新鮮人 這名天才少年很小 就對與恐龍有關的科學 非常感興趣 六歲時他要求父母 讓他去上一個大學課程 到了七歲時 天才少年終於說服父母 去詢問美國河流學院 美國河流學院是否能讓他上課 很多學生都不想在我的課程 因為我太年輕了 最後終於有一名教授同意 但要求天才少年的媽媽 也必須成為學生 你成為學生 他可以學習所有的資料 你會從你的課程中和課程中 然而沒過多久 天才少年就成了班中頂尖學生 有時候我必須解釋 我對我媽媽的課程中 我媽媽的課程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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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很愚蠢的課程中 是一名獸醫的課程中 从不害怕提问 总是有很多问题 五年后的今天 12岁加州天才少年 已经被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录取 还获得加州大学 圣塔克鲁斯分校录取和奖学金 他计划研究生物医药工程 并成为一名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 这位天才少年还表示 他了解天才儿童 往往被认为会有些古怪 不过这位天才少年 跟普通孩子一样 也会玩电玩游戏 不仅仅是与显微镜为伴 他认为自己只是很喜欢学习 并从中得到很多乐趣